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过去几年有很多中国的学校似乎在教育模式上是在模仿美国的一些院校的方式 比如北大推出了一个叫原培学院 原培学院所模仿的就是美国的文理学院这种博雅和通识教育 那我本人在美国受的就是这个文理学院或者叫做博雅通识教育的大学教育 在原培有这样的实验 今天来自南华早报有一条消息 更让人觉得现在中国似乎是在特别的模仿美国的某一些创新类的人才的培养方式 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马斯克就要从自己的基金汇联出资上万亿美元 在德州建立一所X大学 采取一种与普通大学不同的培养模式 更能够精致的针对学生的特点进行人才培养 而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中国的创新之都深圳 现在有一批中外科学家也在尝试一种新的不同的培养模式 只有14岁的孩子在深圳的这一所研究院里面可以学到什么呢 比如微纳科学 比如大数据 比如机械装配 电子和可持续发展 课程可能是采取中英文双语授课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介绍 在一个暑期在这一些顶顶有名的科学家的培养下 这些只有134岁的孩子开始使用无人驾驶飞机漫游车 机器人还有土土壤采样的新方法 用3D打印机建造火星基地 学会怎样用微生物来制造能源和暑期材料 甚至设计新型的机器人抓手 以及研究固体和液体相遇时纳米级的现象到底是什么 根据这一所学院的指导教授说 平时这一些项目一般都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博士生才会做 但是在深圳这样的一所叫做X学院中 可能让134岁的孩子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接受到了国际领域最新的一些创意和科研方法 那么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耳目一新 但是话说回来 在中国还有一些大学生 现在可能却面临对于他们之前所经受的培养方式的质疑 中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网络博主 近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叫做张雪峰 在社交媒体上他有几千万的粉丝 近期他又提到说有家长问他 说文科报什么专业合适 他就说呀说这个文科呀 基本的学的是没用的东西 未来只能进入服务业 做的都是卑躬屈膝的事情 很多文科生就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番话 觉得非常的不合适 特别是在今年就业本来就不容易的情况下 他又说服务业一个字就是甜 好像文科生未来只能做这样一种卑躬屈膝的事业 想要有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张雪峰在过去几年都挺火的 包括他最早出考研的教学的视频 他站在一个绿黑板前面 那个时候他已经火了很多年了 只是他现在也做了直播 那么他在一场直播中 这个说的话可能比我们这边三个人加在一起 谈一个小时还要多 那他说的有的话 你觉得对你就听 你觉得不对那就不听 但是他在这个有一次直播中 他就特别评论了一下文科 说文科都是服务业 这是在2023年12月初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他的这个言论也是成为了一个非常热的话题 总的浏览量这个是以异为单位的 那么在事情发生之后 有一个中国的博主叫做顾炎佑 就多次这个猛烈的抨击张雪峰 并且在12月12日宣布要对张雪峰提起诉讼 那到了2024年到了1月8日的时候 苏州市的有一个虎丘区的人民法院是审查通过此案 但是在三天之后 1月11日 这个虎丘区的人民法院下发了裁定书 驳回了这个顾炎佑的起诉 那后来张雪峰又在直播间里谈了这回事 他认为自己其实也是从事的服务行业 那没有啊 他的言论是没有贬低文科的意思 也是说你起诉我 那其实就是你想蹭流量而已 想红想疯了 那么顾炎佑也是 他觉得看到张雪峰 做出了一番这个降低姿态的 类似于道歉的言论 觉得这个起诉张雪峰这一趟也是直了 后来他又看到张雪峰还做出了一些改变 比如说张雪峰拿出钱来捐款 觉得张雪峰以后也不再会胡说八道了 那在我们在我看了一些言论 或者是看了围绕张雪峰说这个文科行业都是舔的 这个类似这样的言论的时候 有的人就觉得其实张雪峰说的话呢 就是戳中了一部分中国社会的现实 但是作为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啊 张雪峰这样公开的宣扬社会上存在的偏见呢 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把这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那是不是他自己也有责任 但是这个张雪峰这样的事情放在一边 目前中国社会上确实是存在着 这个文和理他们两个学科的学生 在就业中显示出的一个巨大的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得靠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 或者是怎么样抹平啊 怎么样倾注一部分的资源去帮助那些目前在就业市场上啊 特别有一点点困难的那些学科的毕业生啊 这个可能得是一个更大的议题 当然是当然了我们看张雪峰的直播还是那句话 你觉得对的你就相信你觉得不对的 那也没有必要啊去做一个特别激烈的火印啊 在网络上也变成另外一个喷子 这个也是不值得的 嗯好谢谢小杨的介绍 不过的确说啊 现在的这个就业市场啊 的确对于文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啊 前景是非常的不妙 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特别引述在线招聘公司智林数据啊 发现在二零二三年应届的文科毕业生中 现在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在毕业之前能够找到工作 传统上啊像法律金融这样的专业啊 往往是比较高薪的职业 但是现在整个法律行业啊也是招聘非常的不景气 而金融行业又面临着普遍的减薪问题 因此啊到底未来学什么样的专业 现在是文科生有什么样的出路呢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是有很多的文科生啊选择参与公务员考试 或者是继续读高等学位深造啊 那何明先生我想请问你啊 这个文科专业到底有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 还是说啊 其实呢啊并不是文科专业本身有什么问题 而是呢可能文科生在面对自己的专业 包括人生选择的时候可以想的更开阔一些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在文科在中国把它归类于这个社会科学 如果归类于社会科学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学理的争论了 你文科到底是不是科学 但是我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 我今天讨论的只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参考 这种简单的参考就是讲美国的孩子 他是怎么选这个专业 那根据一般的我所接触的感觉 我不知道李奇怎么样啊 就是如果是你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啊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或者很有地位的人 那么往往呢是子女是比较偏向于选择文科 而不是理工科啊 我不知道李奇不是有没有对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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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但是美国从普遍意义来讲也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考生比较偏向于理工科 而不是偏向于文科 尤其是对于这个平民子弟而来讲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文科可能是可以当总统 但是也有可能吃不到饭 这就是为什么比较有钱的人比较喜欢这个文科 但是文科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被认为是领导者的一个职业 一个领导者的一个基础 因为你是会能与善变 你是会鼓吹什么价值 或者说迎合什么姓名 这不是说科学家或者是经济学家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真正的啊 具有真正学和价值的人 能够代替的这么一个一个职业 这是两个之间的差别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州长啊 就是他曾经发出这个呼吁 他就是说了 希望年轻人呢 还是多一点选择啊 这个文科 比较太偏向于理工科 这恰恰是在AI时代美国的一位教授所提出的 认为呀 AI时代大家不应该都去当程序员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管做一个多好的程序员 你的技能很快都可能被AI取代 真正啊 大家应该注意到的是创新力 想象力等等这是一种观点 那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们学生之间有这样一个开玩笑 说呀 说像我们这样啊 普通家庭出来的 那还是要有一门能够卖得出去的记忆 不管呢 是文 这个这个理工科啊 这我们就说是数学 还是工程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手艺 毕竟啊 我们的这个家庭是卖不出去的 只能卖自己的技术 如果你是我们叫做新钱啊 就是呢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可能是你的父母一代是初父一代怎么办呢 那你可能就要学一个比如说像商科呀 法律呀 金融啊 哎 因为呢 你父母的财富可以由你来进行掌管 你呢 不需要再卖自己的记忆了 但是啊 至少要知道记忆如何能够表达 那如何能够动用你的前辈们为你积累下来的资源 如果你是来自于一个老前家庭啊 那么就是已经几代的财富了 现在呀 这个财富本身呢 还在不断的积累 但是已经不用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了 你可以去学一个像艺术史或者是文学 这样的一个专业 这个时候你需要出卖的不是自己的记忆 你也不需要能够整合动用资源 你只需要能够保持你家族流传的品类就可以了 当然了 现在呀 随着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市场的变化啊 那么大家最流行的专业也有形式的变化 那我记得在金融危机之前 最聪明的学生往往会流入金融相关的专业 当时我记得MIT啊 整个一届的本科毕业的物理生啊 全部去了华尔街 当时还引起了MIT一位物理教授非常大的反感和愤怒啊 结果呢金融危机之后 金融这个行业啊又是受到了灭顶之灾 哎更多的学生呢 转而是投入了科技相关的行业软件工程师 现在不知道面临科技行业的大裁员 未来一个热点在哪里啊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画上问号 好有关于教育的话题啊 我们先谈这么多 接下来就要回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上了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许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Elofense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廟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